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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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第二点就是要构思好通话的内容 有的同学呢 可能一直跟别人沟通和交流的时候 胆子都比较小 总是一开口说话呀 就有点结结巴巴 那我觉得如果说用人单位需要你跟他电话沟通的话 一定要把自己准备要讲的内容 用一张草稿纸把它写下来 即便不全部写下来 最好也一定要理一个提纲 务必让自己在电话里面给对方的印象就是 条理非常的清晰 同时又言简意该 表达又特别的流畅 所以一定要构思好通电话的内容 第三个呢 还要注意自己通电话时的个人形象 这个话呀 有的同学就会觉得很奇怪了 诶 不是打电话吗 他又看不见我 怎么知道我的个人形象呢 其实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觉 有的时候 当你跟别人打个电话 别人正好是在睡觉的时候接着你的电话 你常常还会问 诶 这么晚了你都还没有起来吗 你还在睡觉吗 那你也没有看见他 你怎么知道他就在睡觉呢 所以打电话的时候 比如说人就站好 保持你的气息通畅 同时呢 说话的时候尽可能的面带微笑 保持一种非常好的一种情绪 那你脸上的笑容也一定会带进到你的声音当中 所以同电话的时候还要特别注意个人的形象 这是在求职礼仪当中跟大家介绍的第三个电话求职的礼仪 那随着互联网的普及 刚刚我也说到了 还有一种求职的方式 在目前用人单位这种招聘的过程当中 也是用的特别多的 那就是网络视频的这种招聘 所以我们相应的 还有第四点要大家注意的就是 网络视频求职的礼仪 网络视频求职的礼仪呢 我想首先第一点 就是大家要学会培养镜头意识 有的同学可能会觉得 这句话是不是太专业了 我根本不理解这一点 这种镜头意识是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 我现在在跟大家上课 在跟大家介绍这个内容 说实话 是用摄像机把它拍下来的 而我的前面并没有学生 而是我一个人在对着摄像机 在讲课 在讲话 其实这个时候就 镜头意识非常的重要 比如说 我眼睛看着镜头的时候 就如同是在看着你 比如说 如果在镜头前面 我有一些细小的一些动作 可能这个镜头都会把它无限的放大 同时呢 面对一个机器 你可能会讲 我要调整自己的情绪 我要面带微笑真的是好难啊 所以培养镜头意识非常的重要 那怎么做呢 我觉得你不妨在准备好了 你要回答考官的一些问题 包括自我介绍的一些内容以后 你不妨就想象的这个镜头 这个电脑上的这个镜头 或者说你自己刻意地对着 卫生间的镜子 对着家里的化妆镜 去说话的时候 去培养自己的这样一种镜头的意识 尽管对面不是人 但是我想象这个对面 就是一个跟我沟通和交流的一个对象 这一点呢 非常的重要 它会让看视频的人感觉到 你非常的自信 同时呢 你也很大方 很从容 第二个就是要整理好所处的环境 这是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对方在镜头前面 尽管他是在跟你说话 但是你周边的环境 你的背景的东西 他同样还是可以看得到 如果让他看到了你凌乱的桌面 你的床铺也没有叠整齐 然后到处是脏的袜子 挂的衣服 到处这种放的凌乱的鞋子 那我想这个用人的用人单位 这个考官 他也能够感觉到 这其实是一个不修边幅 平常不注重这些细节的人 俗话也说得好啊 一物不扫 何以扫天下呢 所以一定要整理好你所处的环境 第三个就是要务必保证 声音画面非常的清晰 那如果你的摄像头的质量不好 你不妨换一个 如果说在周边的这个声音 特别的嘈杂 你不妨换一个地方 把门窗都关起来 务必让对方能够清晰的听到 你说的每一句话和每一个字 同时呢 也能够清晰的看到你的个人形象 这是我要跟大家说到的 第二节当中 求职的礼仪 如果真的做到了这一些 我相信 你在求职的过程当中 一定会更加的顺利 所以我们要看这些东西 一定会更加的 比如说 我自己认为 这些自信 我能够认为